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哥 又到了焦作業的時間啦 那今天要聊的新的呢 是沉默之秋二重製版 因為我沒有買豪華版比較晚開始玩 所以這邊的新的影片呢 也就晚了一點點啦 那這次的重製版在發布消息後呢 就引發了不少爭議 其中最大的爭議就是呢 重製版的角色怎麼變得那麼... 正 原本還算蠻漂亮的安傑拉 直接變成了順哥 本來的妻子瑪莉亞呢 也整個變成大神話 好正 兩邊的篩方子 仿佛用修讀軟體往外拉了一樣 因此這次遊戲的女角呢 有個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側面或45度角都還不做看 然後正面呢就變成順哥這樣 本來害怕會不會也產遭正確的毒手 導致影響了整體評價或銷量 沒想到遊戲一出啊 評價意外的高啊 各大媒體不但給出超高的分數 Steam的評價呢也是壓倒性的好比 雖然我自己沉默之秋系列只有玩過一代 沒有玩過本次的舊版 但是這次玩起來也是覺得相當的好玩 算是很成功的重製版 當初只玩完一代呢 就是因為這系列玩起來心理壓力實在太大 整個壓抑都不行 導致後來玩不下去 所以這次要玩之前呢 當然要先玩一點爽快的遊戲 紓壓一下啦 火炬之光無限SS6賽季來啦 火炬之光無限是一款類似暗黑破壞神的 3D卡通風格打寶遊戲 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特色的英雄 搭配自己所喜歡的流派 使用各種技能 讓你用手機也能輕鬆操作的爽快打寶遊戲 本次的SS6賽季呢 新增的超香的人魚英雄信羽賽琳娜 平常跑圖時呢 可以使用化為人魚的營油狀態 讓你濕滑的穿梭在關卡中 釋放各種範圍技能 刷起突然超級舒服 也可以露出大長腿轉變成高歌狀態 以犧牲些許的移動與施法速度 來換取更高額的傷害 另外賽季中的新玩法畫中血緣 可以使用在關卡中取得的各種原料 在不同的血脂上 自定義專屬於自己的關卡 而在技能方面呢 也是增加了超多的變化 在每一位英雄的主動技能上呢 新增的各種專屬的輔助技能 除了能提高傷害 還能改變技能型態 讓一些原本只能間歇施放的技能 直接變成一直轉一直跳 像丟高一樣的持續施放 這爽度簡直增加了不知道幾倍 而新賽季呢 也增加了新的關卡挑戰 巔峰對決跟首領征法 讓高階玩家享受更高強度的戰鬥體驗 還可以得到傳奇氣凜 自選包等等各種豐厚的獎勵哦 在賽季獎勵方面 透過完成每個階段的成長制度 能夠獲取相當豐富的成長資源 以能力加成 還有賽季限定活動 可以免費使用舊賽季的所有英雄啊 如果你之前還沒有玩過火器之光無限 那全新的SS6賽季一定要來試試看啊 立刻點擊下方資訊欄預約吧 好 回來 那麼本次的重製版呢 在畫面上的表現算是相當的有水準 我自己玩PS5版開效能模式呢 整體的幀率還算穩定 只有少數場景或者轉鏡頭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掉針的情況 而舊版礙於硬體限制所製造出來的濃霧效果 在這代就算有玩家在PC版上使用去濃霧的模式 據說場景也是做得相當的漂亮 不管是在寬廣的小鎮中 還是在充滿鐵鏽的理事件 都能透過手電筒那一丁點的燈光 把氣氛營造的相當好 不得不說那畫面真的有夠暗 我就算把亮度調到最亮 在一些場景不開手電筒還是完全看不到 加上收音機在那邊唧唧叫 第一次玩整個就很挫 而角色的操作呢 也改為像R14那樣的第三人稱堅厚視角 這種視角呢 應該已經成為這類驚悚恐怖遊戲的主流了 也因為畫面拉近的關係呢 整體的恐怖感跟壓迫感也就更加深了一點 那在遊戲的進行過程呢 遊戲中的解謎跟惡靈古堡比起來都非常的多 甚至有些提示相當的隱晦 不過整體來說呢 卻不會太難 都是那種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會想通的那種 因為像我這種懶人呢 如果謎題太難我也是會受不了 那真的覺得太難了 還可以把難度調成簡單 所以應該是不會卡關才對 那有一點值得稱讚的是呢 本次重製版的遊戲流程編排的非常順暢 通常只要順順的走就能用過程中拿到的道具 一個接一個的讓遊戲順利的進行下去 不太會有那種我是誰我在哪裡我要幹嘛的情形 我自己玩第一輪的時候呢 只有少數一兩個地方稍微卡了一下 結果發現是有地方沒走或者是有牆壁沒敲破之類的 而地圖的標示也非常的清楚 哪邊有重要道具拿到情報以後需要去哪裡探索 都會在地圖上標示出來 重要物品拿完了以後也會打勾 非常舒服 在通關以後有統計你地圖開了幾次 我第一輪通關總共開了1100多次地圖 完全就是個地圖人 在戰鬥系統方面呢 本作的武器只有手槍、陷彈、獵槍、木棒跟鐵棍四種種類 雖然比較少而且不能升級 但是這木棒或鐵棒完全是敲不壞的 根本加久生兵 加上本作新增的迴避系統 無敵增的判定相當的寬鬆 很多BOSS都可以透過無敵增直接跟他硬鋼 我第一次打三角頭的時候呢 感覺自己現在打魂系列一樣 也因為有強力的記憶體 加上沒有什麼Jump Scare 因此玩起來輕鬆不少 恐怖感也減少很多 畢竟恐懼來自於火力不足嘛 大部分的壓力呢 其實都來自於場景所創造出來的氛圍 反倒不是敵人 而最常被嚇到的 大概就是那些騎腳的腿妹啊 只要他佔定位收音機就不會有聲音 常常被他表到啊 反倒是這次經典的性感小護士 雖然攻擊相當兇猛 但還是比不過他們穿著各種絲襪的性感 讓我每次看到他們總是特別興奮 白衣裸襪 黑衣黑襪 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真是啊 在缺點方面呢 戰鬥系統有著不小的問題啊 首先攻擊判定相當的謎 常常跟敵人交錯 雖然攻擊有半自動鎖定呢 但是視角呢卻沒有自動跟上 導致一個交錯呢 就不知道敵人會跑到哪裡去 必須要自己轉視角去找啊 那這邊建議PS5版呢 把視角速度調到70啊 整體會舒服很多 另外敵人有時候呢 也會有無敵時間 像我玩第二輪的時候呢 用電鋸就整天跟卡比亞少女插身而過 會了個寂寞 想要取締他 卻反而整天被他踢啊 導致第二輪幾乎大部分的補血 都是花在他的身上 整個超級火大 另外就是迷一樣的死曲判定 這遊戲很奇怪 道具太過靠近反而會撿不起來 必須要稍微隔一點距離才會出現死曲判定 還曾經發生在某個抽屜裡的子彈 完全撿不起來的情況 甚至還有在打BOSS的時候 旁邊的補給品撿半天撿不起來 打到差點崩潰 這一點真的很要命 再來就是有遇到一些人物卡住的小BUG等等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可能會出更新檔修正就是 最後就是本次的結局雖然有BUG之多 但是第二輪New Game Plus的獎勵特點卻非常少 除了增加一些跟結局有關的道具呢 只有新增一把電鋸其他啥都沒有 也沒有衣服投飾什麼的 出為特點送的頭盜又太大 在狹窄的地方常常擋住畫面看不清楚 加上這次的流程非常的長 沒有什麼通關要素呢 真的會讓人懶得玩太多遍了 雖然大部分的結局獎盃 都可以在第二輪就靠SL的方法取得 但是既然都通關了 給一些惡搞或強力的武器等等 讓玩家爽一下應該也還OK吧 這一點算是蠻可惜的 感覺製作小組有點保守 在劇情方面呢 因為我沒有玩過舊版 算是完全新的體驗 整體來說呢 沉浸感相當的足 從一開始要找老婆開始 到最後發現主角詹姆斯自己的心魔 以及為什麼來到沉默之秋 配合不同的結局 給玩家各種不同可能的想像 除了一些惡搞結局以外呢 感覺好像哪個結局都還蠻合理的 加上遊戲中的各種怪物 投射了主角內心的慾望 知道劇情後再重玩一遍呢 會對整個遊戲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不過話說 這詹姆斯一定跟我一樣是個腿控 不能怎麼遊戲裡面一堆怪都是腿 兩條腿不夠和一次來四條 根本腿控天堂 總結呢 雖然我自己沒有玩過前作 但是對於這次二代重製版 是相當的滿意的 整體的完成度相當的高 也難怪評價會那麼好 而在我完稿的同時呢 KONAMI也公布了本次沉默之秋二重製版 銷售突破一百萬套的消息啊 真是可喜可賀 如果跟現今同類型的遊戲相比的話呢 我自己給的分數呢 大概是八分吧 除了保留了過往的氛圍 再加上現代化的操作方法 讓整體遊玩的過程非常舒服 嗯...害怕的非常舒服 我以前只玩完一代 就沒有玩後面幾代 就是因為以前玩的時候 覺得壓力實在太大 加上收音機的沙沙聲 整個神經超級緊繃啊 而這次我聽到收音機在叫 第一個反應只想到 小護士在哪裡 我要跟你交流交流 搞得自己像個變態色老頭一樣 整個輕鬆了不少 還是因為我的內心已經不再純潔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一邊直播一邊玩 人多壯膽的關係啦 總之呢 這次重製版的成功呢 希望能讓KONAMI 重新拾回對這系列的信心 把以前的幾代也一起重製了吧 當然如果人物的模組 能夠再美型一點 那就更好啦 好啦 那麼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看到最後的各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或訂閱支持我一下 平常晚上還會開遊戲直播 也歡迎來聊聊天 那麼我是阿哥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或直播再見囉 掰掰